过去五年的实践证明 澳大利亚反华是铁了心的 艾伯特时期 他刚开始看似对华不太友好 实际行为却很友好 艾伯特很务实 他是在基于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 给澳大利亚设计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也许正是因为他的行为看起来对中国很有利 这来美国对他产生了不满 所以艾伯特只勉强干了两年 2015年9月 艾伯特就被迫的辞职 艾伯特的记论者特恩布尔上台后直接的改嫌疑者 立即开始反华 连一点回旋余地和缓冲都没有 而且越来越严重 当时有不少人认为 特恩布尔是澳大利亚左派应该对华更友好 然而实际上西方左派往往是白左 尤其是极端的白左 非常的难打交道 完全按意识形态办事不切实际 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被称为白左 毛主席曾经说过和西方左派打交道 不如和西方的右派打交道 就是因为左派不务实而右派更务实 特恩布尔是典型戊虚的西方白左 上任后不分青红皂白 直接地改变外交的路线 由友好合作转为挑衅对抗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特恩布尔是近些年 反华最为严重的澳大利亚总理 特恩布尔当了近三年总理 中澳关系从较为友好到严重对立 特恩布尔反华到什么程度 大家可以看看当时他用中文说 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 这句话时就能体会 他势在用讽刺中国的心态来表达 自己对抗中国的态度 这种行为除了他极其的敌视中国外 还体现出他完全地不考虑 长远利益的一面 现在回头看 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 他是亲美力量 支持上台的原因 虽然2018年8月换了新总理莫里森 他也一度有改善中澳关系的表态 但一直缺乏实质行动 只是相比特恩布尔略微的好那么一点 这并未能够真正地改善中澳关系 最终他基本又回到了对华不友好的政策 与特恩布尔不同的是 他少了一些大嘴巴而已 但莫里森上台差不多一年时间 中国就不再对澳大利亚抱什么期望了 这也是过去一年时间里 中国对澳大利亚频频出手反制的原因之一 说白了 中国对澳大利亚已死心 那接下来当然是要用来杀鸡儆猴 把以前的旧战都找回来 中国经过几年时间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现在是到了可以釜底抽薪的时候了 据澳媒报道 有至少五家主要的国有能源企业和钢铁厂 收到政府口头通知 停止进口澳大利亚煤炭 增加国内煤炭购买或者是购买其他国家的煤炭 悉尼先驱城报还表示 澳官方尚未收到中国官方的任何正式通知 看到所谓澳官方还未收到任何中国官方通知的报道 真是笑死人了 这种事中国会去通知澳大利亚官方吗 中国的国企都是口头通知 何况作为买方 买谁的东西自己决定 还需要去通知不友好的供货商 优点脑子都不会这么想 其实针对澳大利亚 中国最近频频出手 譬如吊销澳大利亚世家漏类企业 不再从这些企业进口牛肉 对来自澳大利亚的大麦征收高额关税 对铁矿石的进口检查流程进行更新等 虽然减少对澳的煤炭进口的消息 未得到公开的确认 但对澳国内的煤炭企业 已经构成了沉重的一击 股价出现暴跌 这事可能与中澳关系恶化有关 中国减少对澳煤炭的进口根本原因有事 一 反制澳大利亚 这其实没有太多解释的 当澳大利亚不再对中国友好 同时还要扮演美国打压中国的马前竹的时候 还想持续从中国大笔挣钱 那一定是不可能的 虽然有些事情当初破为自己的现实需要 暂时没有做广泛的反制 但随着局势发展 一旦有了反制空间就会出手 而且是很难再恢复的下十手 对澳大利亚的出手之所以说是下十手 是因为澳大利亚对华出口主要是初级的支援产品 并非工业品是比较容易替代的 鉴于美国要联合更多的国家返华 试图建立返华联盟 那么中国对相关出头鸟进行针对性的反制 那是再合乎逻辑不过的事情了 做过的事终究是要还的 澳大利亚其实现在是到了还债的时候了 新能源的应用让煤炭需求量帧数放缓 虽然中国煤炭需求总量依然在增长 中国煤炭消耗也占全球一半 但中国煤炭能源在能源消费的占比在下降 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8年中国煤炭消费在中国能源消费占比已下降59% 2005年这一数据是72% 2015年也高达60% 别晚了 这是在中国能源消费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出现的结果 这表明我国煤炭消费税量在上升 但更多的能源形势减轻了我国对煤炭的依赖 核能水能分离发电 太阳能发电 天然气等新能源都在不断的增加 上 中国煤炭生产增加了 国家统计局今年2月份发布的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显示 2019年全国原煤产量完成39.7亿吨 同比增长4.0% 再次接近全球煤炭总产量的一半 位居全球第一 同比增长4% 那么中国煤炭消耗增加了多少呢 统计局数据显示 消费量增长了1% 与此同时 2019年我国煤炭进口是增长了6% 意味着煤炭库存也增加了一方面新能源暴增 自己煤炭生产增长比消费大3个百分点 进口更是增长了6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2020年中国有足够的空间 来源煤炭打压澳大利亚 打压澳大利亚的同时 还连自己一根毫毛都不会删 是中国支持友好国家经济发展 而非白眼蓝 新冠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家属蔓延 现在每天新增确诊已经超过了40万里 这还没有到冬天 到了冬天 全球家属传播时 每天接近百万的确诊也有可能 2020年乃至后边的两三年 全球经济都将遇到巨大的挑战 很多国家的经济都面临着萎缩的问题 与其他国家不同 中国是全球前20大经济体 在2020年唯一能够实现正增长的国家 中国的需求将是未来很长时间很多国家的保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进口给谁就是支持谁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在经济上 支持更加友好的国家呢 俄罗斯 印尼 蒙古 都比澳大利亚友好的多 那我们为什么要在全球 光过与球的情况下 把中国的订单给敌了呢 所以 此时用这种方式收拾澳大利亚 然后再支持友好国家 简直不能够再好的主意了 中国反制澳大利亚 大家应该明白一个道理 中国在对美国时 往往是你来我往 这主要是因为 美国对华政策 已确定且没有了回旋的空间 我们不进行及时反击 只能够让美国得寸进尺 并且会引发更多的国家 加入到围攻中国的队伍中来 所以 我们必须对美国展开立即反击 担住美国的进攻 以避免更多的国家放糊涂 我们对其他国家 在一些反应方面是相对克制的 这主要是 不想分上太多精力 也是想将自己的伤害降到最小 但是 当我们确认 对方真的是拉不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折击地下手了 澳大利亚就是这种情况 我们现在已经不再对澳大利亚 抱任何期望 原来杀鸡儆猴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以遇见 未来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 接下来 就准备持续地面对中国的积分吧 看看 哪个国家还效仿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